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跟诚意闹掰后,袁冰岩颜值更上一个台阶,尽照美帝粉丝不感认 提到袁冰岩和诚意,大家都知道两人现在的关系不太好 但在琉璃播出期间,他们的互动还是非常有默契的 也正是因为戏内戏外的反差,一下子让观众接受不了两人原来这么像陌生人 不过在和诚意闹掰后,袁冰岩的气质和颜值都有了一个提升,变得漂亮了很多 琉璃在今年播出的电视剧中,收视成绩还是很不错的 其中一大功劳就是袁冰岩和诚意的CP 在电视剧播出期间,两人的互动频繁甚至在戏外亲吻,一度登上了热搜 没想到的是在收官仪式上,诚意明显开始躲避袁冰岩,让整个场子非常的尴尬 让粉丝意识到两人只是因为电视剧才营业,一晚上南方更是掉了6万的粉丝 经过这件事后,诚意的发展算得上水涨船高 不管是影视资源还是综艺资源,都开始相应增加 这样一对比起来,袁冰岩的资源倒是没有变好,但它本身却是变得不一样了 从最近袁冰岩晒出的照片中,可以看到它的气质开始更加的突出 也从之前比较小加碧玉的风格转向明艳,让不少网友都评论变好看了很多 在流离之前,网友认识袁冰岩还是因为老九们 当时袁冰岩的角色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其实袁冰岩本身的颜值还是不错的 因为角色的不同也让观众看到了不同的造型,只是一直没有太过的突出 这次袁冰岩的照片开始走成熟的风格,漂亮的粉丝都直呼不感认 看来这样的妆容和造型是适合它的 有这样好的外在条件,演技也过关 希望之后能给观众带来更多的作品,凭实力证明自己吧 大家觉得袁冰岩的颜值如何呢?